一年一度的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 压轴作品是沙妹剧团的新作李察三世 导演王嘉明改编沙翁名著 用人偶来呈现主角李察三世 而且剧场女神谢一轩就用声音演出 李察三世的对白还有她的内心世界 现场还搭配即时录影 非常的有创意 导演王嘉明还特别编写了有蕴角的对白 让整出作品兼顾沙翁精神与戏剧作品的抵运 听演员上场standby的脚步 让我们躲藏在黑暗的脚步里 灌上演出灯光Q1 GO 这种历史 只是这些故事的合集没有任何意义 李察三世在英国教科书中 是个篡夺世青的驼背脖子 但近代不断有学者为她翻案要还她清白 刷面剧团的新作品李察三世 就是在探究这个历史人物被建构的过程 我希望看到的反而是建构的过程 就它怎么样慢慢被建构出来 或是它的计划怎么样一步一步形成 然后有些东西是怎么怎么成型的 因为我觉得结果这件事情就像历史一样 它是一直在走一直是没有结果 它一直可能都要到一种 连人的干官论定都很难说 有人刚开始干官论定 后来又是反而反而 没有一个结论或是一个最终目标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建构 不管是权力或是一种关系 或是阶级上的一个建构的过程 大家看我的模样比较搭配扭曲的心肠 那我只好扮演一个 激动幸福丧心病狂的混账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满足大家的期望 王娇宁让演员肉身跟人身分离 在空间上使用历史解剖剧场手法 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真相 并将配音配乐都搬到台上 呈现话语建构出的真实背后的权力关系 其实话语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工具媒介 但它也是一个武器 也是它本身也蕴含了一些意识形态 我们怎么说话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最常使用 所以其实是最常忽略它里面那种各个面向的 不管在权力上或是各种方式的那种 你可以把话语放在演员身上就是歌词 你放在真正人物身上就是一个 可能有官腔的一些话语 你如果放在一个餐厅waiter 或放在一个欧巴桑身上 其实它的话语的作用那些都很不一样 彼此之间就有很多的 不管是阶级上的 或者是那种关系上的 使用文字上的那种非常多 所以就是因为意识不到 所以它的控制力更可怕 融合了即时影像 现场配音配乐 也采取人偶同台的多元形式 还要让16位演员跟科技结合 在舞台上有完美的呈现 导演王家明大呼时间不够用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要进场时间 光是铺各种线 你音响的线 包括影像的线 那个其实一堆 然后之间检查 跟那个其实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反而是舞台铺 其他部分算比较简单 但是因为那种技术 互相测试 互相要搭那个时间点 那其实最复杂 那也只能在现场 是包括演员走路的时间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沙眉剧团透过理查三世 挑战沙翁的经典剧作 融合了创新的思维 要唤醒观众的历史意识 这些胡 dao 感谢观看